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里早前到马六甲出席活动的时候 被爆出他没有佩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人身距离 结果就被网民炮轰 说部长自己违反防疫SOP 那沙比里昨天晚上就立刻上传了另外一组的照片就澄清 说那是照片的角度问题 自己是绝对有遵守防疫SOP的 来到今天沙比里在接着会上也透露 他已经针对某一篇新闻报道向警方报案 因为当中涉及了诽谤他的成分 他强调政府人物是可以接受批评 但是如果涉及诽谤或者是污蔑成分 就不能够不理会 应该要交由警方去处理还有调查 那虽然从头到尾沙比里都没有透露是因为什么事件去报警 但相信指的就是这件事 虽然在场的记者想要询问进一步的细节 但是沙比里就以个人事物为理由不愿意回应太多 但是对于网传使用这个MySegitra的这一个APP 能够会导致个人的资料外泄的这件事呢 沙比里倒是有作出回应了 使用MySegitra可能会导致个人资料泄漏 国防部长伊斯曼沙比里今天在记者会上大牌定心码说 MySegitra应用程序具备及符合全球标准的安全功能 并由政府全权负责 确保所有的个人资料获得保密 那民众大可以放心使用 另外沙比里也证实 目前政府正在全国彻查外老宿舍状况 那至今已开档调查21名雇主 这些雇主主要涉及没有提供合理的住宿环境给员工 竟然违反了工人宿舍与设施最低标准法令